跟随世尊听尽文法了 但是没开悟 听是听了没有悟处 不能够了解 于是疑惑就生了 云或果等当作佛爷不作佛爷 这个疑问在我们今天佛门 在家出家非常普遍 我们学了佛了 我们要不要做佛呢 是要做佛还是不要做佛呢 真正学佛想做佛的人不多 而真正学佛想得人天佛报的人 占很大的比例 那么求人天佛报 他就不做佛爷 出家人 我还遇到一位法师 这个法师不久之前 远及了 我们很熟 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 他曾经告诉我 因为我念佛吗 常常讲往生极乐世界 他说 他不要生极乐世界 我说 那你打算干什么 来世还当法师 他不想到西方世界去做佛 他想来生还当法师 大概当法师 不错 明文力量很多 这个真的叫迷惑颠统 比这些菩萨们不如 这些菩萨们遇到弥勒 有这个殊胜的音乐 回头了 我遇到这个法师 我不是弥勒菩萨 没有办法帮助他回头 这是一个大的疑问 是根本烦恼 与堕落法 也不能了 这个佛经上常讲的 你造作种种罪悟 将来要堕散我道啊 那么对佛这些说法 他也不清楚 也不明白 常怀疑 真的有地狱吗 真的做卧司有卧报吗 这个问题打了一大堆 所以不相信 大概佛经上讲的 这个因果报应 是吓唬人的 希望人不要做坏事 吓唬别人的 吓不了我啊 这个糟了 这问题严重了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 确确确实实 普遍存在 佛门当中 我们稍稍注意 留意一下 在谈话当中 就能发现 所以这一部经 我觉得这是世尊 为我们漠视 这些欲言不善的同学们 一副特效药 救命的特效药 非常重要 一定要细心深入 去研究 去讨论 细心坚定 自己有没有违反 下面经文说 灵活我等 当堕落也 不堕落也 他有这些问题 我们这些人 是真的会堕落 还是不会堕落呢 说一世因缘 下法与生 常为疑惑之所 缠辅 这些人 是在讲 包括我们 在座的同修 都是 多生多结的修行 绝不偶然 许多大臣经上 佛都为我们 受寄了 无量受精神 佛给我们受寄 金刚经上 佛也给我们受寄了 我们决定 不是在过去生中 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 二中善根 过去生中 都曾经经历 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 大家的善根 都非常深厚 为什么今天 还搞成这个样子 欲言不善 这善道大师讲得好 欲言不同 我们受的果报 就不一样 那么今天这个语言 非常殊胜 这荆题上 殊胜 只要我们遇到好语 无比殊胜的姻缘 这是难得而稀有 如果能够掌握住 抓住了 我们这一生 决定成就 再看下面经文 而是弥勒菩萨 二高知 诸人者 可供亡以如来 应供正边之所 而必如来 一切智者 一切见者 知足成就 无障碍之 泄脱之间 以方便利 善知一切众生 所行 到位如等 随其更新 种种说法 你看 弥勒菩萨 教导的善巧 弥勒菩萨 不自己说 为什么呢 自己的分量不够 虽然说得跟世尊 没有两样 但是人家不服 未必能够完全接受 所以不说 邀他们一同去见佛 那见佛了 大家都没话说了 所以邀这些人一同 到世尊 这个地方 如来应供正边之 是佛世中称号 里面的三种 通常一般经里面 都会把世中称号 通通列出来 此地虽然列了三种 要知道三种就是 世中的省略 文字上虽然只有三种 它的意思上是居足的 圆满居足 这是我们必定的要晓得 如果在一个 不常讲经的道场 这个称号要做简单的介绍 那么像我们这个地方 是长期的道场 同学们对于 这些名相都很熟悉 所以就可以省略了 不必在累赘 那么但是也得要略说一说 如来的意思 金刚经上说得很好 如来的诸发如意 这个意思说得非常圆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